718 GTS 這是最後的2.5升718 Voxer GTS 延續718S的2.5升水平對握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這次的718 GTS比兩年典統格實駕的718 Voxer S 多了標配的PASM及PTD努力分檔就是LSD 那它們真的有差異嗎 每次看到GTS的車型出現其實就代表這車子要改款 你只要挑了GTS基本上該有的都有 不然的話經常會有些人落山忘寺 我怕貴或者說我看不懂這個功能 基本上GTS就把這些功能全部給你 那其中包含兩樣統格最推崇的 就是PASM主動式的動態懸吊系統 還有就是PTV就是Porsche的扭力分配 包含機械LSD 這其實是真正你要開跑車 要追求性能應該選的兩個配備 那在GTS上面都是標配 即使在一般形式上你可以感受到 PASM它給你的電子懸吊是舒服的 而且是有抓地力的 尤其像我們現在在雨天裡面 你在路上開你完全不會覺得 車子有滑動的感覺 非常的貼地的感覺 那GTS它的輪胎搭配 又比S大一提 搭配的是前面235 35 20 後面265 35 20 在濕地也是有一定的控制程度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在過彎時候的機制 並不會因為是雨天然後有打折扣 那2.5升的渦輪引擎 其實它還有搭配的是可變幾何的渦輪 所以它的低速可以有更好的油門反應 外觀當然繼承了718的設計 內裝黑色擠皮包覆 及紅色縫線點綴也增添了不少運動感 其實保時捷這代718呢 它的內裝部分其實已經達到了一個完美的境界 不論是控制介面 方向盤出細 旋鈕的方法 都是比較合邏輯的 一個按鈕就是一個功能 甚至於這個杯架我都覺得很順手 放手機剛剛好 這樣的系統呢 其實在新的992世代或者凱燕 其實都我覺得反而有點太科技化了 有點太超過可能是下個世代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子的呈現 對我們這樣子老派的人來講 或者說愛開車的人來講 這樣其實就是最適合最恰當 現在我們從Normal模式調到了Sport 當然Sport排氣管馬上開啟 你可以感受到油門反應啊 它退檔反應都變得非常的敏銳喔 而且我覺得PDK在換檔退檔的時候 其實都非常精準 你煞車的時候它就會在適當時候 煞 有沒有它馬上退檔喔 再退一檔 甚至於退兩檔有沒有 其實K門厲害的就是說 你平常慢慢開它 它也是非常非常輕鬆 但是你要開快 它也是可以應付喔 甚至於我覺得比911在某些方面 更靈活更輕鬆喔 然後它精準的煞車其實也是一個 煞彎的利器喔 因為它可以在你入彎之前呢 把你的車子控制在你想要的進彎速度喔 好的煞車系統才是 車子變快的訣竅喔 像這邊煞車然後是急彎 你看它連退兩檔三檔 然後你就可以進入這個髮夾彎喔 這個時候你可以感覺到喔 保時捷的PASM 這時候就有在作動喔 你在出彎的時候 踩油門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兩個輪子 同時出去喔 並不會覺得有那種抬腳的感覺喔 真的有人車一體的感覺喔 然後不管你加速減速 我只是放在SPORT喔 它都可以非常非常精準的 預測你要的檔位 煞車油門 油門出來的時候 煞 OK它雖然只是前四後四的活塞卡前 配上330跟299的疊盤喔 但是呢配合這樣子的配重其實非常夠用喔 原廠配給人平衡 在這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喔 那我們進入SPORT PLUS喔 其實這也算是一個快捷鍵喔 就連避震器現在也跳入SPORT檔喔 當然我們這邊還有一個SPORT RESPOND 加上去就會有最激抗的這個換檔模式 跟最強的動力輸出 但是只有20秒喔 好我們來試一下SPORT RESPOND 好我們來試一下SPORT RESPOND 好我們來試一下SPORT 好我們來試一下SPORT 這個時候你感受到的就是真正 傳統中置引擎喔 後輪驅動的跑車的感受喔 沒有什麼大屁股沒有什麼長車頭 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間 真的可以很輕鬆很輕鬆的開 享受這個山路喔 喔喔喔喔有沒有感受到 我的後輪不斷在彈跳喔 因為它正在努力的把動力傳到地上 而且我們在濕地這種感覺 絕對不是一般跑車會給你的喔 其實PSM跟PTV到底有沒有差 真的有差啊 你們知道嗎 4.0升的GTS即將上市 4.0升的馬力呢 相較2.5升增加了35P 但是你們要知道喔 4.0的GTS0-100加速還比 2.5升的慢0.2秒 當然因為是手排設定喔 保時捷一定會再推出PTK版本 扳回一層 開BOXTER GTS一定要開篷喔 那好在現在雨也停喔 那BOXTER GTS呢它的好處就是它的 開篷關篷都是one touch喔 而且只要在時速50公里以下呢 都可以啟動喔 好我們來啟動喔 耶 開篷了馬上 真的心情又不一樣喔 即使現在外面是濕濕的 但是感受到很清涼的感覺 那它跟SUPERA的差別 其實之前統科就有說喔 標準的718呢在性能上可能就會追不上SUPERA 但是GTS相對之下有350匹馬力喔 但絕對不是只靠這350匹馬力去追平SUPER 而是它的平衡性動態穩定系統加LSD喔 真的開起來喔 平穩很多喔 即使在極限它都有非常好的抓滴力跟回饋喔 讓你可以很趕在出彎的時候 重彩油門喔 相對之下BMW 重彩油門的時候尾巴會越越移動 但是呢 GTS基本上是非常平穩的 把動力傳到後輪 然後車子彈射 這樣的優勢其實讓駕駛會更有信心喔 所以它可以很容易的達到 在賽道上很好的時間喔 真的難怪所有的跑車的對手喔 都把KMAN喔 當作他們的假想敵喔